大家好,我叫Logan 那我現在是在這個銀科範例 那我們有一個服務交流活動 那我現在是裡面的行銷編輯 那事實上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其實會跟Eric還蠻像的 因為我跟他經濟其實 還蠻類似的 那我今天幫自己這個下路標誌 其實我們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打怪練功的過程 但是就像Eric說的 我們都在打怪練功 那你會讓打怪練功變得很有趣 而不是像你玩韓式網遊一樣 就是每天像個機器人家在那邊一直打 好,那我大概先做一下這個自我剪接的部分 那我現在就是活動通通網路行銷編輯 那我以前就是做過活動總召 然後去出版社打雜過 然後呢也有就是做過餐廳的廚師 然後還有當過一個藝人搬家公司 就是全部都只有我自己在搬 對,然後呢也有做過飲料店的廚師 所以我在那邊喝什麼那個 寒天仙草珍珍珠我全部都會煮 對,然後我略懂這個社群經營 網站架設文案算寫 然後還有做菜 然後團隊領導還有做倉管 然後還有叫賣 因為我那個買過他 我會在那邊跟大家在那邊邀喝說 欸你們趕快來買我的東西 我的東西很好這樣子 對,然後我還會略懂一些程式設計 以及設計 那為什麼會這些呢 原因是因為我大概在 呃,差不多我是念五專 那我五專念到二年級 就差不多高二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打工 對,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跟Eric這樣 我超級討厭念書 我去學校第一件事情是 睡覺 對,我從來不會上老師 在那邊講什麼課程 所以我二下的時候得到一個機會 我去,呃,一間叫做那個 杜威廣告的公司去打工 那他們會辦一些很大型 是,差不多是幾萬人的活動 對,然後我就 那幾萬人的活動 他們會有一些工作小組 然後我當任其中一個工作小組 那個Tind leader 那那時候呢 他們就會給我一些 可能就是說 呃,需求 要我去找人 來幫他們做一些活動的這個 呃,仇辦 然後維護 以及結束了收尾 對,所以在這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我就學了 所謂的團隊領導 這一件事情 然後之後我就去 出版社打茶 就做一些倉管 然後做 然後這出版社 因為他就是可能 你們都知道那種書展 他要擺攤 要去賣書 那我就跑去賣書 然後他在那邊叫賣書 就說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我們的商品啊 然後那個東西 其實我真的做得蠻好 因為那時候我把他的業績 從一個月 只有二、三十萬 從到每個月 大概有六、七十萬的業績這樣子 對,然後之後就 因為我也是個YES妹 所以那時候出版社 因為到最後做得蠻 跟上課那我蠻不開心的 所以我做半年就辭職 然後之後有朋友 就找我去餐廳 然後我說 喔好啊 學一下做餐廳也好 然後就YES 然後結果也是做半年 因為開的地點太爛了 所以他開的地點之後就倒掉了 對 然後之後呢 倒掉了之後呢 因為他也 所以又被收購 然後我就好 那我就去幫忙他搬家好了 對 然後就當了藝人搬家公司 搬了一個月 之後呢 我就到了飲料店 那飲料店也是YES 因為想說 學做飲料 然後後面可能開一個飲料店 好像也還不錯嘛 結果 做了半年之後呢 我也就離職了 然後這家飲料店 現在也差不多算是一個 狗言殘喘的階段 所以我那時候 就自嘲說 我做菜 其實是蠻不適合的 因為我們好像就是做一家 就會倒一家的樣子 對 那之後我就失業了兩個月 那這兩個月期間 其實我還有去有無報告 大家知道有無報告嗎 對 那我去那邊 當了兩個月的這個 實習生 然後有寫一些文章 這樣子 對 那這個 我今天整個簡報的概念就是 這人生像 憂心一般 那有人有看過這篇文章嗎 OK 好 那沒有看過的話 我還蠻推薦去搜尋一下 這篇文章非常的有趣 然後 在我過去的時候 我都常這樣想 這個 我被商品是摔摔呢 就是一點帥氣嘛 然後一點聰明嘛 而且 一點超能力什麼都會 然後呢 這個超能力的部分 就 啊這樣太多了 所以呢 應該我是一個天才才對 可是呢 到後面我發現我是這個樣子的 有點帥氣 有點聰明 但是我最想的是嘴炮 然後又不經意會加太多 所以我現在可以在上面 跟你們做分享 對 那在進入活動工之前呢 我就是一個打工的 然後差不多等級5 然後社交能力其實也沒有到 非常之好 對 那健康呢 其實也算OK 對 那意志就是因為我身太迷惘 所以我只要30的意志而已 對 然後那段時間 我就大概開始去努力經營我的Facebook 因為之前 我都不怎麼再用Facebook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 Facebook應該必須要好好經營之後 我就很努力的去經營 然後在上面認識了各種人 然後去拓展各種人 賣權 那我還是不知道我應該要幹嘛 因為前面的工作其實 呃 領域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其實沒有抓到一個自己的定位 後來我就在Facebook認識了 我們活動工的創辦人 也就是謝耀輝 John 那時候我發現他跟我在做活動總召時期的老闆 是有認識的 那我就跑去很不要臉的 用Facebook傳訊息給他說 欸請問一下你跟這位人有什麼認識 那我去看你跟他聊天 聊天之後呢 我就一直巴著他不放之後呢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我就進入活動工 因此我現在的工作是在Facebook上面找到 那在活動工之後 那時候我其實是 配合了活動工那時候 有一個實習生的計畫進去 所以我是以實習生的身份應徵的 那剛開始就一樣是 試用期的三個月 那我其實是在尋找 自己在活動後面 我可以做什麼 對 那我從一開始 我只是做一個單純的市場的推廣 就是 可能出去找主辦單位 請他們來用我們的系統 然後去跟人家做一個介紹什麼的 然後到後面 因為我有在有務報告 做這個文案 文章證解經歷 所以我開始把我們的部落格 叫活動工件 去寫一些那個場地啊 然後人物介紹啊 以及活動紀錄相關的文章 那在後來 因為我 對這個粉絲團的經營部分 很有興趣 所以呢 公司也讓我去幫忙做 這個活動工 粉絲團的經營 然後呢 就 開始對Facebook 產生了越來越深的怨恨 然後每天都在洗澡說 他不要再亂改了可以嗎 對 然後所以 後來呢 因為那個 我們的活動的數量 越來越成長 用的人越來越多 每天就開始接一大堆的客服電話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的公司 其實有了人兵擔保 所以客服只有一個人 因此有時候 要必須幫忙做一下客服支援 去回答說 可能今天這個客戶A就問你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那個活動要怎麼去 你可以給我交通知識嗎 這時候你當然會想說 你為什麼不會用Google Mate呢 但是 作為一個客服人員 你還是要乖乖的上Google Mate 有幫他審討之後 告訴他說 這個地方要怎麼走 對 那 在三個月的之後呢 事實上我們活動通 就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 然後這時候我也就是 差不多把自己等級 提升到七等啊 社交 因為進入活動通 我就開始跑各種活動 所以 慢慢的有去建立 各種不同的現實關係的人脈 所以社交能力也越來越好 然後那個 對於自己的一些 可能說未來的發展方向 還是有一點 比較清楚的輪廓這樣子 那 三個月之後 至今 我現在就是一個網路行銷編輯 那我職務範圍 我就是幫忙做這個電子報啊 然後現場行銷的活動規劃 然後我們也是粉絲團的主要的一個小編 然後我們部落格的這個總編輯 那 我這邊呢 我在活動通 現在都在做就是說 可能就是 我們在線上這個活動的行銷 有些主辦單位會請我們要說 我這個活動在你們這裡上架 那你可以幫我多找一些人來參加我的活動 那這時候我就要開始去尋找就是說 有什麼方式是 我們可以幫活動主辦單位把這個活動 給更好的擴散出去 對 那在我們的部落格方面 因為我們也不能讓部落格的內容很單薄 沒有人看 因為這樣的話 經營下去就好像沒什麼意義 對 所以我就要開始去找一些內容合作夥伴 那 比如說像是巴哈姆特 他可能會放一些活動展覽的資訊介紹 所以我就可能去他們去談那個內容合作 然後讓他們的文章可以在我們這裡出現 對 那我們這邊可能跟一些巴哈姆特的這個網站性質 有相關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可以到他們去做一個曝光 對 那另外就是粉絲團跟部落格的一個正常產出的正常 所以我這個人大概就是每天都要幫部落格寫一篇文章 是一個最低的要求 對 那另外就是規劃一些可能現場行銷的抽獎活動啊 那我們最近因為準備要做一個大型的改版 所以現在開始在做這個改版前面的這個pre-launch的一個規劃 OK 好 那這個呢 在活動通裡面工作是什麼情況 其實是一個我蠻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我要說 事實上在活動通裡面做事跟你在一般公司上班其實差蠻多 因為 我進去了 那三個月之中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我的 雖然說前面的同事的前輩 他們也會跟你說 你必須要做什麼 所以呢 你就必須開始再講 好我現在在這間公司 那我要做什麼 才可以幫助這間公司去發展 對 所以事實上 你每天或每週 其實你都是幫自己規劃你的任務 你都要做事項等等 對 那大多數時候呢 你都會有誤覺也有笑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公司 都是怪胎 他們很喜歡 就是有事沒事的時候 就開始互相鬧一下 然後呢 互相幫同事呢 挖一個坑 那個同事就很直接跳下去 對 然後呢 所以基本上 有時候我們都 我都會覺得說 還好我們公司的辦公室 獨立的 不然應該 我們隔壁的聯軍都會被我們 吵到無法工作 對 那要不要加班 是自己決定的事情 因為我們公司 完全不鼓勵加班 大家基本上都是 下班時間之後 我們正常下班是 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 那通常六點過後都還會有的 再因為大家想要把事情做完再回家 那 而且 講實在話因為 我也有了 你上班在幹嘛 所以事實上 在公司裡面做事跟在家做事 其實感覺沒有差很多 對 那 每個人都會盡己所能的去支援每一位夥伴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像我雖然說我做網路行銷編輯 我就還要去幫忙接客服電話 或者說偶爾出來 做一些市場堆廣 或者是說可能 呃 程式設計的部分 運用一點自己所學去幫忙 去處理這樣子 對 那我們絕對不會有猜忌跟鬥爭 因為這也是我們創辦 完全不能夠容許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 呃 在活動通 我現在待了差不多快一年半 事實上我們 呃 我沒有看過任何同事之間在吵架 對 這個對我而言算是一個 還 在過去工作經驗中一個 很難得的一個事情 然後 每一天我都覺得過得很快 然後都像是一場暴行 因為 可能有時候你東西做一做之後呢 就突然有一個新的事項飆進來 然後就跟你說 欸 這個你可能要去規劃一下 所以呢 每天的這個 天使格鬥配置 不斷的往上加 往上加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 那我說的這麼多活動公司 到底是怎樣公司 那這公司我覺得 有四個特質 我認為是 呃比較主要 那我們自由開放 就是 反正你在公司裡面 你有什麼話想講 你有什麼覺得可以做的 都 我們都會 讓你說 就是直接講出來 那也不用怕說 別人會笑我們 因為搞不好別人等一下就提出一個 比你更蠢的點子 對 然後呢 就積極自主 就是什麼事情 你就自己做 你怎樣要 具規劃怎樣的時間 規劃怎樣的完成 事實上 呃 完全都不會有人去幫你安排 對 那我們就是剛才說 用力玩用力工作這樣子 然後呢 就 不斷的去尋找 就是說我們的服務如何 可以再更好 如果可以再去說 為參加者 為主辦能做更多 那 事實上 因為這樣子 一個四個特質 事實上我覺得 進入活動中 這間公司之後 它其實在慢慢幫助我 成為一個更猴的人 因為如果說 我沒有進入活動中的話 我今天也不會站在這邊 那 也不會因為 進入活動中之後 我遭到的焦點 我認識了 阿楓跟月亮 還有 可能Debru 然後剛才那個 先行離開的 呃 Alu 以及 還有那個 在旁邊的一些好朋友們 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事實上我們就是一個 高速發展期 然後呢 人力擔保 所以呢 我們正在努力的爭人 對 然後呢 我們也準備要搬家了 因為呢 現在住的地方呢 基本上已經 就是在六月底的時候 要解約 所以因此 歡迎大家有任何 OFICE的租借的消息 可以提供給我知道一下 對 然後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也都越來越多 每天都在思考不同的 那個下一步 可以去做的事情 然後呢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再繼續 整合進我們的服務裡面的 然後每天我們都過得 比以前更加的有趣 當然也是更加的忙碌 我每天都在想說 因為我是辦公慢 我萬常要去上課 所以我每天都在想說 可不可以不要下班去上課 我要在這裡把信做 那如果說 我們怎麼要做什麼的話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 對 這邊我覺得就直接跳過 那如果說 大家想進入活動 你可以幹嘛 如果你要投投影片的話 請把這段網址寄下來 謝謝 或直接搜尋我們的 這個總公司 這個英文名稱 對 那我們需要一下 這個 就是什麼 什麼 你想得到的職缺 我們基本上都要 對 你想得到的職缺 我們基本上都要 因為我們就是真的 人很少 對 在我 以我做行銷的 在我的兩個 心同事進來之前 只有我一個人在做 對 那就是 歡迎大家與我交朋友 對 謝謝大家 對 我們一起做 來 還有一邊 我們 我們